不開心 詞曲 舞伏 珠 詞曲 李宗盛 光臨入所一所才去一所遲 青丝白线 丝丝缠乱又不知 只一段情绣纹诗 碧莲里双枝 难寄托成相思 我愿化作望断天涯 那一方情世 转颗星图是你的名字 轮回彩殿花 君自负执旧春三思 剪不断光缠绵 生生世世 我愿化作望断天涯 那一方情世 转颗星图是你的名字 梦为彩殿花 君自负执旧春三思 剪不断光缠绵 生生世世 剪不断光缠绵 生生世世 我看今天王妃气色可真够差的 还不是八王爷来雪原闹腾的呗 闹腾 就平日里那点事呗 你懂的 对了 我听说大王府里闹刺客了 动静可大了 我就担心王爷跟王妃的安全 这不是一大早 初一来问个究竟吗 大王爷府闹刺客 我和班王爷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还是他们下面人传的 有些事啊 不听也罢 好 王妃要是不高兴呀 回去我就撕揽他们的嘴 让他们再办公事 这种经验太多 不当狗仔真是可惜 狗仔 见过王妃云夫人 王爷跟十四爷在靶场练剑 邀请大家看个热闹 不去不去 练剑有什么啊 王爷执意让大家过去 王妃 你嫁到我们妇女这么久 还没有见过王爷 在靶场上的温司吧 我们去看看呢 去看看 大王兄竟然用江湖迷魂伞这样的招数 真是卑鄙 大王兄料定 你我看到圣旨一定会心急 八哥剑伤如何 无妨 切不可让大王兄 抓到八平 带某些人 把本王炼剑的消息传出去 把王府的刺客嫌疑 就可以解冲 见过王爷 十四爷 见过王爷 十四爷 这有什么好看的 八平让我过来 真无聊 王妃 如果王妃觉得 在这儿看射箭过于无聊 不如我们换点花样 找点乐子如何 什么乐子呀 云姐姐你说说 这个嘛 就要看王爷 和王妃配合不可以说呢 那不妨 你来说说看 我们让王妃口中含着鲜花 来给王爷做箭把 如果说中的话呀 可是极好的彩头呢 你这是对我和王爷感情的不信任 你是不是想个招来考验考验我 怎么是考验呢 又连只担心王妃太过无聊 所以才想出这个好主意 让大家热闹一下 再说了 王妃大可不会担心的 我们王爷的箭法在冬月 可是数一数二的好呢 难不成是王妃 怀疑我们王爷的箭法吗 不如 改日吧 为何要改日 难不成今日 王爷或是王妃 有何不变之处吗 是 试试 到无妨 好吧 既然王爷都发话了 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不过先说好了 我只是先给你们做一遍样子 一会儿你们得挨个来 谁要是不做 那就是跟王爷过不去 莫连城 你可千万不要收抖啊 我以后再也不想去 我以后再也不骂你娘炮了 我可 说来就来 还要闹到今儿子 在海开石吗 无妙是真的还非事吗 王爷好棒啊 我不是 我不是 王爷 神奇 有点消息 你们叫我 谈儿 这第二箭 由你来设 好啊 王爷 这可万万使不多呀 怎么 你想违抗我王的命运 人家不敢 只是王妃她 多说一个字 便多设一箭 那就请王妃 不要手下留情 没事没事 我想不准 王爷 你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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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某天 能遇见她 很多的话 还能说吗 还是那段 你 你 你 可以 我 高 换一个 爱人 岔眼就 到老 难 别怕 我这就会出这个问题 你微笑 想来就别 是什么 是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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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明远啊 没有录灯 也没有霓虹灯 就属她最亮 这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各宫各府全都准备了月饼 小谭 你要不要尝一尝啊 每年的中秋节 我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过的 爸爸会做难受的好菜 我们吃完晚饭 就去电台上看月亮 可是后来工作 就再也没有一起过过了 他们要是 迟到以后再也见不到我 肯定得伤心死了 小谭 你是不是 在这王府里面待不习惯 所以想回曲府 想家了 我就是白天在跋上太累了 我想休息了 你也下去吧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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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就算知道是什么理论也没用了 我只能祈求着心诚则灵了 古创古创 你快快显灵吧 只要能让我回去 让我泡二十斤都行 业绩 谁想拿第一 谁就拿去吧 我只能让你回来 一直都让你迷恶过 心动迷恶 迷恋是条件悬梦 从大跑远都心甘堕落 往下走是鱼似妄破 开的心犯的错 记录着谁来过 流了泪毁了过 才算没白活 情到初开的时候不懂 只不见了 爱都翻天覆地为了眼前快乐 细水长流那份柔和 妈 别动我发现 是不是不出感情 应该学会离散 轰轰烈烈只会追逐 总是为我吃东西 我脸都远了 能得到只有云不散 没有选择 不会吧 你你你你你你 怎么了 你你怎么在这儿 耍流氓啊 这是本王的王府 那你怎么能半夜随便宠入边的房间 你是本王的王妃 你耍流氓你还有理了 你诊麻了本王的腿 这又该如何算呢 我就不相信你不碰我的脑袋 我的脑袋会自然跑到你腿上去 被本王宠幸 是你的福气 哼 幼稚 你不许说本王幼稚 不让人说幼稚的人最幼稚 本王幼稚 你无赖 不许碰我额头 本王就要碰 对不起 我忘了你还有伤 你没事吧 你哪儿都别想去 小谭 你昨夜睡得可还好啊 我昨天晚上和沐连城一早就睡了 什么都没干啊 属下参见八王妃 曲大人邀请八王爷八王妃到曲府 参加中秋团圆佳宴 你给我听好了 我 曲谭儿 从子和曲府曲家 再无任何瓜葛 以后这种景点 就不要再给我送过来 可是八王爷已经答应了 就说我身体抱恙 出不去 竟然是家业 还有谁啊 有大王爷 大王妃还有 好 我去 属下告退 小谭儿 你怎么突然来了这么爽快啊 我还不是为了你家小姐和墨远怀 争取见面的机会 是庭院深深 人多眼杂的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见上 那我去替我家小姐 谢谢小谭 你先别谢我 我们俩现在的转换机制还不知道 到时候见面的是谁 也只能随缘了 那 他 小谭儿突然这么大发神奇 该不会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们家小姐的事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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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墨连城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做 什么都没做 我又没说是你和王爷的事 你看你 我在你们这个库地方待的 智商都下线了 你以后不许再笑我 你要再笑我 我就把你许给周管家 小谭儿 大王妃那边 你不用再盯着了 要不要属下再找别的人跟着 不必了 你下去吧 是 王爷 晴天已交于八王妃手中 八王妃最终答应去了 最终 是的 八王妃原本极力不想与曲家有任何联系 但是听到大王爷和大王妃参与 所以改变了主意 你下去吧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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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父大人 本王听说 在这冬月 有样宝物 叫镇魂珠 岳父可有所耳闻 哦 那是和睦吧 你从何处听说啊 王爷 不瞒您说 自从冬月建国至今 我还从来 没有听说过有如此宝物啊 岳父大人 此书关系重大 我听盼儿说他小的时候 曾在屈服 哦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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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岳父 岳父 王爷 客气了 既然客人都到齐了 咱们开席吧 啊 请 请 坐 来 夫人 请 王兄王嫂 好 别来无恙 怎么这么重要的日子还来迟 多怪本王 平时太过宠溺王妃 让他贪玩 玩久了 八弟与唐儿正新婚 贪玩倒也是正常 默误了正事 要父皇不悦啊 王兄教育的事 唐儿也经常提醒本王 并且半读在本王左右 没有 八弟与唐儿 恩爱得很 王爷 您就别操心了 八王妃看起来面色不好 是不是在八王府待不惯了 没有没有 我挺好的 都挺好的 我在八王府住得挺好的 八王爷待我也挺好的 我身体也挺好的 你们没有发现 我最近脸都圆了呢 唐儿的身子骨 坚实得很 哪有那么容易生病呢 坚实的是你 唐儿柔弱得很 今天这菜不错 你们冻筷子呀 请 请 好 喂我 喂我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啊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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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别光顾着看别人家的妃子 反倒误了正事 金笔室的位置 本王已书记在心 今晚 定会去探个究竟 对手 应该充满的水 不错 如果对 İyi得带你姆子 即登彼宫 没有 先不过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尿个尿的功夫 墨林城的王八蛋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大夫人和曲胖儿也不见了 完了 这曲胖儿在我这儿受的气 还不做得发泄给我娘 少在那儿装可怜 少装可怜 我请这非得 我 曲胖儿 你不要自己生活不幸福 只怪在别人头上 好你个曲胖儿啊 你现在日日脾气渐长是不是 学会对你的长姐撒野了是不是 那长姐对我娘胎折旧的 该当何罪 你还会顶嘴了 你给我跪下 我凭什么要跪啊 胖儿 娘 你别惹大夫人和大王妃生气了 有些事情是娘做得不好 大夫人 大王妃 胖儿年纪还小 有些事情是做得鲁莽了一些 那我更要好好教育教育她 再纵容下去 以后岂不是要上天了 你还是要好好管管你自己的夫妻生活吧 不要一不和谐 就怪坐在别人头上 还有那个叔叔的小贱人 看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君丁 胖儿 反了你了 来人 来人 让他跪下 跪下 跪下 滚开 去胖儿 不得胡闹 王爷 胖儿不过是在以长姐的身份管教舍妹 好人谈人实心礼数 以免到了外面 遭外人欺负 谈何胡闹呢 你 爱妃 昨日感染风寒 不意再歪酒了 咱们去前厅坐坐吧 要是受粮 伤了身子 那该如何是好 好人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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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胖儿 不小心冒犯了大夫人和长姐 这不 长姐正在管教我吗 幼母大人 九夫人 大王兄大王嫂 好 本王 关心唐儿心切 失礼了 王爷 您多礼了 这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轮不到我们草仙 那好 唐儿身体不适 本王代她 先行告退了 娘 好了 王爷 王妃 恕不远送 九夫人 前厅还有些事儿 没有处理完 我们去处理一下吧 是夫人 如此紧要关头 一步错 步步错 还请王妃行事谨慎些为好 并非臣妾行事不谨慎 是王爷 醉温之意不再久 不要随意揣测本王的意愿 王爷应当清楚 谁才是你的王妃 如果王爷 迟迟不能做出了断 就休怪叛儿出手了 陆连城 没想到你还挺会演戏呢 以后不准和其他人没来远去 我不是一直站在你旁边 想也不行 行 真真行 就没见过你这么霸道的人 你是不是 该称本王一句恩人 你作为一个丈夫 保护你的妻子 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就是典型的帅不过分 帅 帅是什么意思啊 帅 就是说你长得特别好看呗 那本王帅 还是大王兄帅 你怎么还在跟大王爷吃醋啊 是你先提的 你帅 你帅 你最帅 行了吧 不过 对一个女儿来说 最重要的 其实是安全感 安全感 本王堂堂东远王爷 还给不了你安全感呢 我说的安全感 不是人身安全 是 一种牵挂 一种依赖 就是 当你要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 也知道 有一个人 永远在背后 默默地支持 王妃说话惊奇 但是本王觉得很亲切 很有趣 以后有什么 王妃还可以告诉本王 我说了你又不知道了 你在质疑本王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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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敢 那我说的 你都信 信 只要你敢说 你相不相信 冬月以外 还有别的地方 本王是常在梦中 看到冬月以外的景象 那里有战争 有杀戮 有炼丹炉 有长须长老 还有你 所以本王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的熟悉 就像当年 看到黄爷爷的画像一般 我找封冬月地图了 清晰 地图 快快快快 来 这什么鬼 冬月不仅不在历史课本里 难道连地球上都没有 地球 地球是什么东西 地球是 你我也解释不清楚 你看啊 我呢 是来自离冬月很远的一个 像公鸡的地方 公鸡 可你明明在冬月长大 是曲府的二小姐 这个 我就更解释不清楚了 没有本王理解不了的事情 只有你解释不清楚的事情 怎么会有我解释不清楚的事情 这样 我可是公认的销售冠军 口才第一的中介女王 不需要 也不想听 你 小姐 清晰 你先退下吧 是 小胆 你可千万要记住你说过的话呀 嗯 嗯 王爷 今天的月色不错 我们去 赏月吧 来 清雯 把本王伺候好了 小叔就给你 怎么不惹怒他 还能顺利脱身 千万不要让曲唐儿知道 我也是身不由己 我也是尽身不由了 太后悔了 是爱已成两人的理解 了解彼此才能一回就艰险 用情伤人的话去说 都没想能不能受的悔啊 出口之后却更失落 也会更难过 这又是何苦呢 自问到底舍不舍得 舍不舍得爱一生都成恨了 眼泪究竟是为谁啊 谁输谁啊 谁又真的在乎呢 反正都伤了 用尽伤人的话去说 都没想能不能受的悔啊 出口之后却更失落 也会更难过 反正都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